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就来快速的谈谈中美贸易战系列第五集 美元的金钱帝国,以及幕后的黑手 这个让全世界都陷入争端,与战争的最大元凶 到底是谁呢? 开始之前,请按下订阅以及赞的按钮 这样老师以后更新的时候,你才能获得通知哦 好,现在我们来谈谈美元的金钱帝国 在谈这个之前 我们现在谈谈社会与国家的运作与商业的基本概念 这可是隐含了重大的秘密哦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面,有着无数的生物 与我们同在这个蓝色之星生存上的生存者 很多物种都会形成一个群体 用来什么?抵御或下退掠食者 增加生存的几率,人类也是如此 人类组织社会,一开始跟一般物种一样 王者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他的部族 抵御外来侵略者 而部族中,王的权限 也就主要是在外出狩猎或是侵略他族的时候 所得的战利品与性的优先分配权 在这个阶段 人和万物一样,是为了繁衍后代跟吃饱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的社会组织,单纯 而且很严谨 只要能让大家吃饱 敌人来的时候,你能够出去打仗 你这个王铁打江山 到了后来 人类靠着工具了解序幕与工作之后 吃饱慢慢就不成为问题了 一般的物种,这样就可以怎么样?千秋万代 直到永远 但是人类不一样 人类吃饱后就想要了更多 所以王权的日益扩张 就形成越来越大的王室 而王的贪欲,膨胀的飞快 又不能明白去抢百姓的 所以就产生了什么?征税跟交易 这种状况要交易 你就不能老是仰赖,义务义务 你必须要去 你光去要储存你 你那个用不着的东西 你就会有损失 例如你不能存肉品啊 因为肉品你放久 他就烂掉就坏掉了 对不对 那就变成损失啊 本来有了财富 你就失去了 所以是说就研发了什么?货币制度了 这个时候 无论人类啊 或者是物品都开始有了一个什么东西? 价格 因为你有了货币 他就有了定价 用这个东西 你可以换到很多货 如果你有很多的货币 那代表你可以换得很多的货 你就很怎么样?富有 这种状况大家都好啊 对王也好 对百姓也好 在这个游戏规则下 买卖就是基于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需求 第二个是意愿 只要价格合理 就可以各取所需 王不用再用暴力去驱使的部族百姓 而是用钱来换得部署与百姓的效忠 百姓要用钱啊 那就必须要怎么样?缴税给王 换得保护 这个时候王已经不用上战场去打退敌人 只要他能够什么?有钱 他就可以让勇敢的人用命去换钱 这就是军队的雏形 在这个时候 有些人就发现 其实我不用去当王啊 我只想要 我可以有跟王一样的享受啊 只要什么 我就很多钱就可以了 有钱就可以爽的 跟皇帝一样 那怎么样可以很多钱?王他可以用权力去征税 农夫可以种田来换钱 但是我不想当王 我也不想当农夫 我就他妈只想要钱 那怎么办? 我就把我农民的货拿给需要的人 我就可以从中得到什么?价差 这是什么行程?贸易的行程 但是这样的贸易也太累了 可不可以只要收钱 不要跑那么远买卖东西 不然这样 我们贸易来的钱已经够了 我把这些钱啊 借给想做贸易的人 然后如果你赚钱了 那你加点利息还给我 那如果你赔钱了 那请你把货抵给我 我把抛售出去 建价抛售出去 那所得的钱 当作我的补偿 那如果还是不够 那把你有东西再拿来给我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银行家 只要有你足够的钱的抵押 我就给你相对的钱 对这个抵押品价值这个的钱 我就给你借你这些现金 这还不够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做贸易 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做生意 有没有赚更多的方式 而且还有个问题 就哪里呢? 这个政治因素啊 如果这个王不争气 腐败贪婪 可能怎么样的 让他累积起来 货币突然被政变 就变成废值了 所以为了保护好自己的货币 银行家跟王 也就是政府 开始做了一些交易 由银行来协助政府 维持国家内的经济的稳定 你经济的稳定的状况之下 国家就可以有怎么样 有良好的税收 那国家就会稳定 让百姓不断贡献金钱给银行跟国家 这是变成了什么? 银行的体系 让国家不用担心税收的问题 可以尽情的享受他的权利 而银行从中的获利 慢慢的变成了什么?财团 而财团的持有者的实力 这个时候 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什么? 看作成富王 因为他有大量的货币的财团 已经取得了类似王的权利 因为他又附加在王的之下 安全稳定赚大钱 可是这样子还是不够啊 怎么办呢? 历代银行家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王的权利是绝对的 所谓军权神兽 没有办法超越他 银行家与财团 随时可能在王权之下 失去了一切,说超你家 还不用跟你妈报告 怎么办呢? 民主时代来了 再也没有人可以掌握绝对的王权了 人人都有机会当王 但是回到原始的 银行家他不想当王 他只想要更多钱 百姓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民族跟国家的尊严跟大义怎么样? 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要有钱 对不对? 只要有我钱 那这些都好说 谁当王都可以 可是要怎么做才比较好的 除非我们能够操纵这些王 让这个政府无论谁当王 也就是总统 他们都必须仰赖我们的存在 我们可以立其身 我们可以令其败 这样子 我们财团资本家、银行家才能够最安全的 有最大利润可以赚 那我们要怎么样操纵政府呢? 这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王位常常会换人 选举的关系会有轮替 没有办法持续掌控 除非我们能够掌握这个国家真正的财政权 让总统要用钱都必须透过我们 那才叫什么?真正的稳定 那要怎么样操纵这个国家的财政呢? 去选举 然后选一个总统推上去 然后让他任命我们银行家做财政部长吗? 不行 为什么?因为那不一定会赢 如果遇到那个时候 百姓比较聪明 或是那个总统比较有能力 不受控制 那怎么办? 那不功亏一篑了吗? 这什么都完了 对不对?怎么办呢? 用一个方法 我们来窃取这个国家真正权利的模式 什么模式呢? 在西元1913年 这群银行家成功的取得了国家的真正的权利 他们建立了一个名叫联邦储备准备局的组织 也就是美国的联准会 这个组织法源组成的极其复杂 用意就是让任何人都无法去干涉 这个组织的运作 包含美国政府 甚至美国总统都不能干涉 有这个无上权限的组织 为什么呢? 这个组织 他非官方 也就是 他是私有化组织 他有一项权利 这个是人类有史以来 首度超越王权所掌握的国之大器 印钞票 各位 人类有史以来 所有的货币都是必须基于王权的公权力所管辖 任何国家都是一样 即便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日本帝国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或是什么很奇怪的国家都一样 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 都是必须由政府来发行货币 没有一个政府的法定货币 是由非官方组成的 而且他又是能够印制的 也就是说呢 全世界的美元 包含你每一张的美钞 除了伪钞 就是这个连者会 他们来印的 他的权利 你以为只有印钞票吗? 不止 远远不止 他还可以管理及规范整个银行业 他可以买入跟售出美国国债 而且美国的货币政策必须要联整会来执行 联整会他还决定了美国的利率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透过美国国会授予的权利 而产生的组织 是一个被授予操作国家所有金融体系的权利 而这个组织 他不是政府的一部分 难道美国政府都是傻的吗? 总统都是呆的吗? 没有人知道这个里面会有很大的问题吗? 你怎么可以把国之大器交给一个私人组织呢? 有 有许多总统参议员 众议员不大声 几乎 这个联整会不应该存在 都希望改革 但是你只讲讲没事 如果你积极要把这个立案达成 那这些人不是意外 就是暴病而亡 不然就突然傻掉了 中风 难道这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件事吗? 有! 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家 他决心站出来 改革这个不公不义的太上皇组织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美国第35任总统 也就是最高声望的总统之一约翰甘乃迪 他在1962年的时候 试图干预联准会的权柄 来处理这个资金的利率 在1963年准备下令旧行准备改革联准会 这个组织的时候 他就在当年也就是1963年的11月22日 被暗杀成功了 当场毙命 美国在当天被暗杀当天立刻交给了全国民众一个凶手 他叫做奥斯华 而很厉害的是这个凶手抓到之后 他说他不是枪手 那怎么样呢 你也不可以立刻定罪他 全国都在看 两天后要把他移转监狱 在全球全美国直播的时候 然后这个人又被暗杀了 被别人用手枪 被一个民众用手枪来射击他的腹部 被打到了送医死亡 死因是癌症 为什么被枪打到会死于癌症呢 千古玄翰到现在还在争论谁杀了甘莱迪 这像什么台湾两颗子弹的枪手也是自然溺斃的 为什么?没有人知道 回到我们中美贸易战第四节内容 世界的战争 为什么大部分都有美国的参与? 为什么美国坚持要美元成为世界货币? 又为什么国际上买油卖油 贵金属的买卖 甚至全世界的毒品交易 都要用美元来交易呢? 相信大家这里就有点可能就有点明白了 因为无论如何 这些交易最终都会被透过美国纽约外汇市场来进行换汇与结算 小大量额 这个市场也就属于所谓的自由经济的一环 他不归美国政府所有 但是换汇美元 他都有所谓的手续费 这些手续费就是那些单位所收取的 回到现在 90年代的时候 亚洲在二战之后的努力发展 然后亚洲人跟东南亚人其实都是蛮勤奋的民族 尤其是华人 或者是我们的日本人或者韩国人 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甚至在泰国人啊 那些都是很努力的 努力的维持什么 在战后之后 我们要不要再那个了 不要再痛苦了 努力发达 但是的美国联准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哎这样子不行啊 你们亚洲发展的太快了 物资太多了 你们都来赚美国的钱 哇 那这个廉价物资进来 要造成了什么 这个东西来来去去 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怎么办 联准会一个权柄是什么 他可以操纵利率 所以说 美国联准会开始提高了美国利率 来对抗 通货膨胀 来准备抵抗亚洲经济 来强过美国 然后让双方面的经济都能够受到遏止 也是个调控 但是有趣的是 美国有一位外汇巨饿 他名字叫做索罗斯 他透过了外汇战争 引爆了97年的金融风暴 让亚洲与东南亚直到20年后的现在 还有许多地方陷入了不景气的环境 包含日本 泰国 菲律宾 印尼 他们本来是很强盛的经济市场 而转到了欧洲 为了避免美元的过度支配 德国 他就联合了欧洲各国成立了欧盟 与欧元 这个欧元 虽然曾经有一度可以跟美元分庭抗礼 但是每当欧元强势的时候 就会有他们一些欧盟内部造成的内乱爆发的时刻 包含了抗议啊 什么状况 这很巧 其实也说是巧合了 无巧不成书 各位说是吗? 而回到我们现在中国的崛起 极权的中共对人民币的高度掌握 而且他对外汇的管制极度严格 如果你有去中国做过生意的 你就知道前进的去 你要出来谈何容易啊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任何人没有办法对中国进行外汇的攻击 过去的金融风暴的手法 无论你是金融巨二 金融恐龙 或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在货币战争里面 把中国击垮了 因为他实在过于极权了 在更早的状况之下 人民币的汇率是固定的 由谁说的算? 中央说的算 在这个状况 对美国的逆差又十分的显著 这样怎么看 都对那个单位的权益十分的不妥 怎么办呢? 眼下他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就掀起对百姓有害而无益的贸易战 明明大家赚钱赚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掀起贸易战呢? 而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 让中国陷入战争 中国陷入战争的弹劾容易啊? 不容易啊 中国要他陷入战争 除了你是在无论怎么样 各个方面的独立都很快被镇压 消息封锁的又快 军队实力又强 明星的意志也是一致的 不容易啊 什么什么什么那边读那边读的 都没办法成功 那怎么办呢? 再来一场境外战争 试看看 内乱做不起来了 那外战可以吧 再来一手类似韩战或是越战的戏码 可不可以呢? 那个战场会在哪里? 讲到这里 如果还是有人想喷老师亲共 或是老师是中共的打手 故意诋毁美国的 随便你们了 因为你有政治上的仇恨 你就失去身为人的理性 老师又何必去理会那些失去理性的人呢? 我是陈老师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记得按下订阅跟赞 下方有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 新朋友可以上去看一看啊 老师 如果你需要老师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最下方有老师 联络方式与服务价格 我是陈老师 如果没有被幕后的黑手弄掉的话 我们下次见